你的grandma应该读作奶奶 就是第二个第二个这个字是很轻很轻的声音 不是三声 不要读成奶奶是奶奶 奶奶 对很好 在句子里面也是一样 你听我读一次 然后你再读一次 好吗 好 周末我在我的奶奶家 周末我在我的奶奶家 好再来一次 奶奶 奶奶 嗯好 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 对非常好 我的奶奶家 我的奶奶家 好很好非常好 我在我的奶奶家 我在我的奶奶家 好你看刚才读我的奶奶家就是奶奶 但是你看我你读成我在我的奶奶家就很奇怪 应该是奶奶 应该是奶奶 我在我的奶奶家 我在我的奶奶家 好 你 我再我再说一次 你认真的听 就是奶奶 你的奶奶最后面那个字 对这个要读成轻声 你看上面它没有音调对不对 没有标示几声 对不对 它是很轻很轻的声音 就像你说 就像你说 就是非常非常轻没有音调 你要读成奶奶而不是奶奶 好我们再来一次 奶奶 奶奶 对非常好 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家 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家 你看我读第一个奶 是奶 是这样子的三声 对不对 奶 但是第二个奶 是不是 奶奶 我没有读成奶奶 你听明白这两个的区别了吗 明白 好 那我们再来一次 奶奶 奶奶 对非常好 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 嗯 非常好 记住这个读音哦 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 对非常好 我在我的奶奶家 我在我的奶奶家 周末我在我的奶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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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非常好 记住这样的读音 最后这个奶 不是两个奶奶 好非常好 这一遍读的非常好 再跟我读一次 周末我在我的奶奶家 周末我在我的奶奶家 好 非常好 你要 你就记住 这个奶奶 不是两个三声 好 这一遍读的非常好 我们再读最后一次 周末我在我的奶奶家 周末我在我的奶奶家 奶奶奶 奶奶 奶奶 嗯 周末我在我的奶奶家 周末我在我的奶奶家 嗯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如果用这个词呢 一直 还记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我 我 我翻过 好 你看一下 能不能看 能不能翻到 你看一下书上 有没有写它是什么意思 好 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 那 看 看着 看着屏幕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它是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all the time 对 好 那现在看到了 有没有想起来上一节课 我们讲到的 这个词 一直 嗯 非常好 那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下 我举的这两个例子 然后读完之后 你用 一直 来造个句子 好吗 一直 好 昨晚我一直 在家 对 非常好 昨晚我一直在家 昨晚我一直在家 对 非常好 好 第二个句子 你不能一直看电视 好 这里 你不能一直看电视 你不能一直看电视 电视 电视 好 来跟我读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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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非常好 你不能一直看电视 你不能一直看电视 对 非常好 那你现在可以造句了吗 你不能一直看电视 你不能一直看电视 我一直看电视 我一直用我的电视 我一直用我的电话 而我一直看电视 那这个句子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用电话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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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你说我一直用我的手机打电话 我一直用我的手机打电话 对非常好 那你知道这个句子的意思吗 但是我希望就是在我们以后上课的时候 当我问你知不知道这个词 或者这个句子的意思的时候 你可以用中文告诉我 我们少用英文好不好 好 好 那这个词一直这个词的意思记住了吗 知道了 好 那知道了的话 我们继续看上一节课 还没有学完的词 我们上一节课 应该讲到了这里 好 应该看这个词 这个字 看一下 它应该怎么读 带 对非常好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对 好 那看了这个 英文 你应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它在句子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来读一下 去 去 旅行 旅行 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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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 记得 在上手机 面包 好 来跟我读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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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手机 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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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知道钱包是什么意思吗 money 对 好 那我们 那我读一个 我读这个句子 然后你跟着我读 去旅行 记得 去旅行 戴上 手机 钱包 去旅行 记得 戴上 手机 钱包 去旅行 对 非常好 好 那你自己再来读一次 去旅行 去旅行 记得 戴上 手机 钱包 好 来 看在这里 钱包 钱包 手机 手机 对 非常好 那 去旅行 记得 戴上 手机 钱包 去旅行 记得 戴 上 手机 钱包 对 这次读得非常好 那 再跟我读一次 去旅行 记得 戴上 手机 钱包 去旅行 记得 戴上 钱包 记得 记得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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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手机钱包 对非常好 好那第二个句子怎么读呢 别带别带太多东西 好东西 东西 对别带太多东西 别带太多东西 对别带太多东西 别带太多东西 好非常好 那现在你知道这个词 你记住它的意思了吗 就到了 好 那你要记住这些我们学的这些词的意思 因为等一下 嗯我有一些题要给你做有一些练习你要记得这些词的意思如果有问题你就要告诉我好不好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词 看一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对非常好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对很好 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例句 你能不能 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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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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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能 把桌子搬过来吗 好 非常好 这个字来看一下 应该读做三声 你 你看你的音应该是这样 你 先向下 然后有一个拐弯 你 对 非常好 你能帮忙把桌子搬过来吗 你能帮忙 你能帮忙把桌子搬过来吗 对 你能帮忙把桌子搬过来吗 你能帮忙把桌子搬过来吗 好 过来 过来吗 好 再看一次 这个词 你 你 你能帮忙把桌子搬过来吗 你能帮忙把桌子搬过来吗 好 非常好 那第二个句子 下个月我要搬家 对 非常好 好 你知道搬家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 知道 好 就是你要 move house move house 哦 ok 就是你要换一个 换一个房子 换一个地方 居住 好 好 好 明白了吗 知道搬家是什么意思吗 明白 好 那我们再读一次这个句子 下个月我要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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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非常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 这里是两个词一起 应该很简单 来读一下 来读一下 南方 北方 好 南方 好 非常好 这两个词是不是很简单 一个south一个north 是 是 是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句子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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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 南方 并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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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温暖 哦 温暖 对 你知道温暖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好 温暖是warm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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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你现在知道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了吗 知道 好 那再来读一次这个句子 中国 中国 南方 比 北方 温暖 对 对 非常好 来跟我读一次 中国 南方 比 北方 温暖 中国 南方 比 北方 温暖 对 对 非常好 好 记住南方和北方的意思了吗 知道了 好 好 那我们下面来做一些练习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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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